唱鼓仔唱白白 小孩一邊唱歌一邊鼻動作 唱出古早的唱鼓仔在內餐的夢遊 這是唱歌哭三國歌手的台語課程 若這樣老師竟是重申書議題 放入議員教育 讓小孩用議員表達心內地的感覺 老師會唱歌所以很高興 因為我們現在的申書的標誕 有些人比較像鼻鼠不敢說出來 有些人想起來比較不得到想起來 都沒有在顧慮別人 我們要把申書表達的時候 我們高興的時候表現出來沒關係 但是我們如果心情鬱起的時候要討好開 申書管理核心受用是現在學校主動的教育 其中复免的申書要怎麼面對 台語老師表示 他利用申書卡跟小孩管理 另外學校也跟不公三來學促 提供外國的資源 讓小孩透過月份實施台語文化 一般的外國的資料以外 它裡面也有很多 我們台語文的學識的資料 所以提供我們三國高興的學生小孩 如果讓小孩引起動機 還有他的興趣的話 他就會對學習比較有成效 透過儲備的告示 讓學生教育上台語科 未來學校也準備起手為台語提供打拼 希望讓這個寶藝竟敢受到大家一定死 這 Youtube 希望你來算清楚 除非有台語科 我希望大家不要蓋 我希望你來算一個